飞机是指具有一具或多具发动机的动力装置 产生前进的推力或拉力 由机身的固定机翼产生生力 在大气层内飞行的重于空气的航空器 飞机是20世纪初最重大的发明之一 公认由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 他们在1903年12月17日进行的飞行 作为第一次重于空气的航空器进行的受控的持续动力飞行 被国际航空联合会FAI所认可 同年他们创办了莱特飞机公司 自从飞机发明以后 飞机日益成为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工具 它深刻地改变和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开启了人们征服蓝天历史